听完了车型的编程 甚至于在动力的结构上面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可能会想说 这样子我感觉上 还是不知道到底自己要怎么样选择 我们都知道小燕她是Volvo品牌的车主 那你是不是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入驻XC90 像这样子的豪华中大型的SUV来说 什么样的人到底是借什么样的车款 好 我觉得刚才昆成跟志祺讲的都很棒 这台车确实是不好选 为什么我们先扣除 因为选择性太多 对 我们先扣除最贵的 超过400万的Excellence这个车型来说 其实它的车价就在280几到380 其实它的上下的range大概就是100万 差异真的不大 但是在这个短短的100万的区间内 它却有分了四个动力 跟非常多的车型选择 我们知道刚才有讲D5 T5 T6跟T8 如果说我可以简单的帮大家去区分一下说 如果你想要比较好的动力 应该是说比较好的油耗表现的话 虽然我们都知道T8的表现是最棒 但是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你可以先选择D5的车型 因为D5的油耗表现 它除了扭力棒以外 它在整体油耗表现 平均一公升可以超过15 相较于T5跟T6 大概平均10到11来说 D5算是比较出色 如果你想要比较好的运动个性 就像刚才志祺说的 在Art Design的方面 它其实在外面的风格也好 内装的风格也好 都会比较偏向运动风格 所以你本身喜欢比较热血一点的 驾驶的风格来说的话 Art Design会是比较棒的选择 如果说你想要比较好的配备 比较好的质感 像我刚才说的NAPA的座椅 或是外观比较多的杜铬套件的话 Inscription这个车型 其实你可以在D5也好 或者是在T6或T8也好 其实你都会选得到这些 这个车型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Inscription 好 那如果说你想要最尊贵 我真的就是后座买家 或者是说 我今天开车想要对我后座的乘客 比如说我有长辈也好 或我会有公司用车 或有一些贵宾来说 你想要让他们后座 坐得很舒服的话 那你就直接供顶 470万的Excellence 这个是你最棒的选择 所以其实来说 看起来选择很多 但是其实每个车型原厂在设定 还是有它的意义 就是你认真的去了解 其实没有这么难选 如果你想要自己开起来很开心 而且你家里的每一位成员 坐上车之后 都会非常非常的享受的话 其实Volvo XC90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们在市场上面来看看 以豪华的中大型SUV来说 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 像是这个宾市的J01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不是呢Rick 是 欢迎 其实我们现在刚好 画面上这两部车 算是一个同级巨的产品 当然呢 宾市的G01 它也经过一个小改款 那XC90也刚好是新年式的一个车型 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品牌的观念 第一个要先建立起来 比如说我要的可能就 并不是这么的高调 还是说我就是开门路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的话 那大家可能会在安全上面 跟品牌上面会去做一个抉择 那就是像以安全来讲的话 XC90这个车系呢 就是会对于大家心里面的购买的一个安心感会非常的足够 因为毕竟它的配备还有安全科技是非常豪华 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我有给好朋友 他当初要买XC90的时候 他其实是陪朋友去看车 他不是要买车的 然后是他朋友要看车 然后找他一起去 结果他后来正常听到了 Volvo的销售业在跟他讲说 我们这些安全配备 你看什么碰撞警示 什么PA2什么这些东西 在别的品牌都是选配 那在Volvo我们家都是标配 结果他竟然就买了 他竟然比他朋友还早下定 他反而就说 他觉得以这样的安全配备 他又是家庭族群 他也是一个胜利设计师 基本上他的一个消费能力 其实也相当够 他只是卡朗袋他要的点 比如说他的要他的环保 要他的安全之类的 所以他觉得 那时候销售业带帮他介绍的Volvo 他觉得他很开心 他就比他朋友更早买 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买了一个豪华品牌 我买的是质感 我买的是安全 当然宾市的GLA其实也是一样 他毕竟在动力上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选择 而且GLA其实之后 他还有所谓的 七人座的一个车型可以选择 变成说你在家庭族群 我可能一下子 可能又要载长辈 或者是载朋友 甚至你真的想要 用公司用车 可能需要载到一些同事 或者是客户的话 当然开GLA出去 也不会失礼 就是毕竟他也是一个 豪华的一个品牌 但是他整个动力系统还有四驱的结构 如果以越野性能来讲 稍微有点off-road功能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选择GLA 因为毕竟他的一个外表的粗犷 还有下面你看他底盘的一些设计 包含了一些所谓仿华材质的一个铺层 其实是比XC90还要来得明显一些些的 对 当然在这个豪华LSUV的这个机遇当中 我们刚才提到了Volvo XC90 还有宾市的GLA之外 当然讲到宾市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Audi 甚至于是BMW 以在这个集聚当中 其实他们有两种选择 BMW跟Audi他们有各自的强项 是什么 坤诚哥 如果以这两部竞争对手 我觉得BMW X5算是来势汹汹 BMW X5它是全新的第四代 我们看它首先造型外观 你看它那个Big Green 就是那种比较大型的水箱护照 我觉得它自从这个新世代大型的水箱护照 我觉得放在X5 我觉得是那个比例是最适当的 那适度的展现这种休旅车该有的一个霸气 然后而且炯炯有成 而且你很远就可以看得到 辨识度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X5在造型上 新世代的造型上 我觉得它是可以强化出它自己的特色 那我们看它的动力 动力引进来国内的大部分 都是3000cc的直列六缸 那当然有分XDrive30D 这是柴油3000cc 然后还有一个XDrive40i 4000i也是汽油直列六缸 然后还有一个M50d M50d的话也是直列六缸的3000cc的柴油引擎 它变成四涡轮 那这个四涡轮它的马力可以输出到400匹 0到100可以到5.2秒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惊人加速度 所以在动力上我觉得像来也是编道的强项 开起来非常powerful 那底盘更无庸置疑 我开过这一代新的底盘你会觉得 它很像真的像一部中大型房车那种感觉 而开起来我觉得那种行路性 还有超过明活 对对对非常非常 你会让你印象深刻 好那我们说G20 G4代这个G4代 我觉得它底盘的动力编到 终于把它所有的看家本也全部放在G系列 不管是我们说三系列的房车到休旅车 我觉得从它的动力跟底盘的搭配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那底盘跟动力都很精彩 那我们看内装 内装更是很精彩 内装就是你看它把所有的新世代那种12.3 所有的数位的虚拟仪表 全彩的那种HUD抬头显示器 然后弄High B&W 那种语音的 语音操控器 320全部都上去了 然后还有它 Label 2的一个 所谓的绅士驾驶驶驶reaming 也全部都上了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的 第四代BMSFLY 算是真的是有备而来 那我们看Audi Q7 Audi Q7在国内呢 算是因为它是面临要小改的 那、亦目前在国内的话 它声势比较弱一点 但因为它再小改 我觉得小改之前它这边它也是 它有一个40的 TFS就是2000系列引擎 然后一个3000的柴油 还有3000的汽油 那我比较推荐的是 大家等小改 其实因为这次小改幅度非常大 因为他知道 他现在现前的Q7 面临这些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 他竞争率稍微弱一点 所以他小改之后 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可奇 整个从造型到内装 完完全全 我会觉得那有点点是 点舞的一个世代了 所以我反而比较推荐 其实是消费者等一下小改的Q7